未來可能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這個標籤數量太多的話 那我可以往上一層抓 所以這一層 我查了一下 發現一下它太多了 可能100個以上了 那我用抓它上一層 為什麼要抓上一層 因為它上一層好像特徵比較明確 它的上一層的話 DIV跟CAS CAS的話是Custom 那當然一樣的狀況 我們如果不抓 不用DIV 我要抓Custom的話 那一樣你把Custom點兩下 複製一下看看 然後Ctrl-F 找一下那個貼上 Ctrl-V貼上 看一下Custom有幾個 有兩個 第一個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的 那第二個在哪裡 第二個就這一個 Links 這個好像放在Custom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除了用P之外 你可以用DIV 那你說老師那個P是什麼意思 其實P就是段落的意思 一個P就是一個段落 一段的意思 那什麼叫DIV DIV就是一個板塊的意思 就是一塊的意思 OK一個板塊 所以等於是說 它在這個DIV 叫Custom 裡面的話 這個板塊裡面 它放了一個段落的意思 它的敘述方法是這樣 所以如果我今天抓段落OK 那我抓DIV裡面的段落 可不可以 也OK啊 有沒有 所以我先抓到 DIV叫Custom 然後再抓裡面的字 可不可以 可以喔 所以如果要改 改成用上一層來抓的話 那這個層是該如何變動 其實蠻簡單的 我其實有放在原端白板上面 第二個方法 方法二 一樣呢 我們Find的時候 當然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Find 跟Find All 不過我這邊你會發現 我用的是Find 而不是用Find All 你說老師 那不是有兩個嗎 對 如果是Find的話 找第一個 剛好它就第一個 所以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它在第二個 以後的話呢 很抱歉 那你就不能用Find 你只能用Find 底線O OK 所以喔 比如說Sripper兩個重要方法 第一個重要就Find All 如果你找了剛好第一個 你就用Find 或者只有一個啦 OK Find的話是 只有一個 或者在第一個 通通可以用Find 剛好它第一個 所以如果我要改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改 那可是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我要把這個資料給抓回來的話 那改的方式 特別注意喔 我可以把剛剛那個程式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 不要用P的話 那我這邊就要改成什麼 改成DIV 這邊喔 P改成DIV 然後呢它有類別嘛 豆點有沒有 後面的話呢就加Custom 所以呢你就 那你如果怕做錯的話 我建議是點兩下 自己用複次的 把它貼到這邊來 至少貼到這邊來喔 OK 貼上 然後呢 我只要用Find好了 我不要 當然你用Find 這邊兩個其實都可以啦 如果你用Find的話 那這邊其實就可以不需要用那個 中國阿虎了 而且前面名稱喔 乾脆你不要用SP SP感覺是一個串列 那你可以用 不要那個List啦 你用那個我看換一個SP SP1 感覺它就 這邊也一樣換個名稱 因為 如果你用那個 List的話 感覺喔 會比較像 是 一個串列 如果你假設只有一個的話 那前面我換一個名稱 就一個字串 好那取得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它print了出來看一下 你先不要存檔 OK 好 那我把它先底下先 print的結果看一下 點Test這個 這個的話 這個可以把它 Ship先不要了 裡面的資料幫我列印出來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它已經幫我把裡面資料給抓到了 有沒有 那一樣喔 可以把它 裡面的那個 game strip OK 執行一下 有沒有 所以得到的話 也是一模一樣的 OK 所以呢 等於是說如果你 直接抓那個p 或者從div 那個custom裡面的 文字 其實也抓到是一樣的東西啦 所以最後的話呢 那等於就是 等於就是把這個 再把底下這個存檔 把它打開 這樣也OK 所以方法2的話 給各位參考一下 方法2 這個可能 如果存檔這個可能要把它改sp 2 看一下在 但是我這邊好像多 多一個s啦 到底是一樣 OK 把它存檔 好 那其他的話呢 你們可以再練習看看 除了說呢 About Us之外 那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比如說像這邊有什麼 Links 如果你要把Links裡面全部都抓回來的話 那怎麼做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喔 這個 按右鍵檢查一下 它是一個A 然後它裡面的資料 所以如果你要把 A全部抓回來的話 那當然一樣喔 Ctrl F 然後小於符號一個A Enter一下好了 你會發現喔 那A就麻煩了 如果你用A的話 你看喔 它會有個問題 166個 OK 那你把它上下看一下 向下一個 那你會發現喔 哇 166個 至於這個是第幾個 你要一直按 我之前還真的把它算過 我記得好像算完之後 好像120個吧 我也忘記了 其實是可以 但是說真的啦 你即便 這樣子也會免太累了吧 OK 快到了 100 有沒有 100 我記得好像算 真的算出來是120 對 120 為什麼 它121嘛 可是這個是從1開始 那如果鎖影子從0開始 那它應該是120 所以喔 如果你要抓這裡面的資料 可以給120 那總共幾個 好像12個還是13個 那你可以 把這個範圍資料 跑個回圈 有沒有 For I 等於 For I in range Range的話就刮弧 120開始 120 對120開始 那就這個 逗點的話 結束的話應該再加多少 加13吧 我記得不知道幾個 13還是12個吧 一樣可以把資料給print了出來 對不對 但問題你說 是這樣我們也太累了吧 每次他按到那邊 那如果他1000個 你會按 可是跟各位講 如果你沒別的辦法 這個是方法 這樣有什麼問題 反正寫得出來 老闆會 你這樣寫不ok 誰會理你啊 做出來就ok了 對不對 反正 沒有人會特別去看說 你層次怎麼寫的 所以 第一招一定是先抓標籤 但是如果 這個方法不太ok 那你讓他想更好的方法 所以後面會教各位 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你再往上一層 欸 有沒有發現 他現在這一個 是一個A 可是他的上一層 卻是一個DIV 那DIV就是個板塊 所以其實我們是可以 先把這個板塊裡面的資料 先抓回來之後 再去抓他裡面的A 就好啦 有沒有 有點像是縮小範圍 他一整個這麼多 可能有1800多行 的原始碼 那我只要先抓這一塊 大塊的縮小之後 先抓這一塊之後 他可能只剩下程式碼 可能剩20行而已 那我再把這20行的程式碼 把我要的資料給抓回來 那也ok啊 所以可以分段處理 縮小範圍之後 再抓到你要的 這個方法 也蠻ok的 等一下我們再看好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真的是 我至少跟你們講 你至少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其他你暫時不需要知道的 我先不用告訴你 沒關係 你暫時不想知道也沒關係 但是以後啦 我建議你有時間的話 還是真的要去充實一下 OK 有時間啦 至少略懂略懂吧 不要完全都不知道 比如說像這個標籤好了 什麼叫DIV 什麼叫H3 H4 有沒有 它H1 H2的 其實H的話我記得這個標題 標題1、標題2、標題3 有沒有 越大的當然 越小的數字當然 它的 那個什麼 樣式越大 跟那個Word一樣 然後其他的標籤比較重要的 如果你實在看不懂 你們都可以在 那個網路上查得到標籤 是什麼樣的用途 OK 試試看好了 那也試試看 剛剛 我是把它說了範圍 如果我今天想要抓什麼 抓這一塊的東西 怎麼敢 我們想要的 應該會 Wid 目前 コ